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农产运销 好来 那我们现在来看后第一个提醒一 好提醒一呢 我们主要是放在这个农产品的 这个供需的这个失衡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呢其实看了一下这个 就是说如果你有在做这个历届试题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方面的考题蛮多的 而且在他命题不管是在农业经济学里面 或是农产运销他都可能命题到 所以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后 他的考法是这样子的 这个109年蒂特三等的考题 他说近年来呢 这一个新闻里面 常常出现农产品失衡的讯息 好来 这个把它迎光一下 他说请问何谓产销失衡 这个是农产品失衡的讯息 这个概念考蛮多的 所谓的产是指生产的数量 生产量 销是指这个销售量 失衡就是指没有达到均衡的结果 均衡当然就是我们所讲的 QD等于QS的情况 好 那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生产呢 常常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第三页的地方 我们有把它的定义写出来 他说当农产品的产量跟销售量 无法达到均衡时 那这个时候呢 市场上的均衡量 就会发生这种浮动波动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我们称为产销失衡 我们今天就会发生了个 likenes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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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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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销失衡嘛 最主要就是说 当我们生产者所看到的价格 在批零的情况之下 这个价格不错 对不对 这个价格不错 然后他就生产怎么样 这样子的一个数量 当然他看的是第零期 来决定他第一期的数量 可是当他到了第一期之后呢 产生什么问题 消费者他看的是 我现在市场上的量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只愿意付 这样子的金额 第一期 所以呢这样子就产生了价格的这个波动了 价格是不一样的 这个数量超过了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生产者他期待的 生产者期待的是说 我还能够拿到批零的价格 但是实际上呢 他只能拿到批零 他如果不愿意拿到批零 他在批零的价格下 消费者 只愿意 消费到这里 所以产生了这个 失衡的情况 所以跟他预期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呢 那当然这个 接在后续所讨论的 就是什么 就是诸王理论 对不对 诸王理论是用来说明 诸王理论 他主要是用来说明 价量 对应到不同期的情况 这种状况 我们可以用诸王理论 那诸王理论的题目呢 也确实是有考的 也是确实有考的 在我们的 这一个 历届试题里面 这个主题里面 他就有 考到这一个 这个是104年的蒂特 也考了 109年 他又考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 他是喜欢考这个题目的 所以呢 如果在我们的第一 那个第三页的第一个主题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有解释 他的解释完 当然你要分析这种 就是说 为什么他会产生这种 产销失衡的情况 你要把它解释的清楚一点 那当然你可以用诸王理论 去解释这个状况 那当然你的篇幅就会更大 更大 因为他这个题目里面 他不只问这些 他不只问这些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状况 你要回答完整的话 记得 你要往这样子的方向去作答 好 那课本上的那个图形呢 其实只是在表达的 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供给 如果是从S到S' 就是说原来我们是 那个均衡的 他那个是比较简略的表达方式 Q0P 市场的需求是这样子 然后市场的供给 是这样子 所以很明显的 这里是我们的均衡的成交的数量 那你今天如果说 你的供给突然怎么样 诶 增加了 譬如说我们每年对这个 联5 联5的需求呢 譬如说以这里来说 是10万公顿 10万公顿 那你今年呢 因为丰收 所以导致你收到多少 譬如说你这个Q1是 15万 那这样子就产生什么问题 多了5万公顿 对不对 多了5万公顿 造成你的这个产销不均衡 他只是用这样子来说明 这个只是告诉你结果 但是他形成的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 你要用这个租王理论 来进行分析 所以记得 我会告诉你说你思考的方向 但是你自己在回答的时候 每个人 你写能拿到的分数 绝对不一样 真的纯粹就是要看你写的 第一个我们会看 我们在改这个题目的时候 改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看的是什么 我们会看你的思考的逻辑 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 是先看你大的方向 对不对 像那种一拿到考卷 就一直在写 一直在写 完全没有一个主轴 没有架构的 那个分数一定会是最低 因为我们认为你只是抓到了 一直写你知道的东西 你完全都没有架构 那个分数会是低的 所以我一再地交代你 你在拿到考卷的时候 你看你每一题你都先扫过去 那第一题当然你可能要先把 扫过去之后 你可能要看 要开始思考它的架构要怎么样 然后你同时去看第二题 第三题第四题 在你回答第一题的过程中 你就要开始思考说 我第二题第三题 我可能要用什么方向 什么架构去写 所以你不要急着 因为很多同学都没有思考 然后拼命写拼命写 然后等到他写到一半的时候 他才发现说 这样不行 最可怕的是什么 拿起立可白 这个最可怕 你在这个时候拿起立可白 我告诉你 你上不了 了解吧 因为在时间上根本不够 你拿到考卷 从头开始写到尾 时间都非常的赶 更何况 你发现你写错了 然后还要再拿立可白 来把它擦掉 那就没了 就没了 所以在下笔之前 麻烦你 我知道有考上的同学说 他们会先拿铅笔 在旁边把整个架构 用那个把它写出来 然后再按照那个架构 一点一点的去写 那你说老师会不会看 当然会看 因为在改考卷的老师 第一个就是先看你 整个架构 对不对 有没有方向 然后接着才看你的内容的扎实度 我们是这样一层一层的给分 所以提醒你了 一开始千万不要 那但是你在一个一个题目 你在一个一个答案 在回答的时候 你当然你的 你回答的文要对题 就是说你自己拼命写 拼命写 然后跟我们要问的东西 完全没相关 你那个是白写 了解吧 你写再多也不会给你分数 所以你在每一次作答的时候 你在写的时候 你一定要回头去看一下 题目到底问的是什么 你回答的对不对 如果你写了很多 你才发现说 你这个跟我们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你那个一定是 改考卷的老师一定看得出来 他不会给你分数 我提醒你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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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